来自南风都市报播报 因描写阴谋和秘密社团的畅销书 达芬奇密码而出名的美国作家丹布朗 日前遭到前妻指控在婚后过着谎言般的生活 从二人婚姻财产中投用大笔资金维持多段婚外情 据美国《人物》杂志当地时间6月30日报道 前妻布莱斯对现年56岁的布朗提起诉讼 形容他的婚外行为非法和卑鄙 称这是两人结婚21年后于2019年离婚才得知 布莱斯现年68岁比布朗大12岁 是一位画家艺术历史学家 两人1997年结婚去年12月离婚 布莱斯指控布朗看似过着简单的生活 实际上过着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多年来偷偷从两人辛苦挣得的婚姻财产中拿走大笔钱 与年龄小他一半的女人发生肮脏的婚外关系 并追求秘密生活 布莱斯称布朗2014年开始与多名女性发生婚外情 包括美发师、郑克和他的私人教练 据称布朗的其中一名情妇是荷兰逊马师 保持婚外情6年 他从夫妻两人的账户中拿出钱来 为这名逊马师购买奢侈礼物 包括一匹价值34.5万美元的马 并为其在荷兰的养马业提供资金 布莱斯在诉讼中说 自己是前夫进行小说创作的主要研究员 为小说的关键概念、历史背景和情节走向奠定基础 此前布朗接受采访时始终认可前妻的贡献 称如果没有他自己不可能创作达芬奇密码 BGM BGM